所以搶答就是說老師可能會問你一些基本的嘗試 這些東西在升級系同學應該都懂的 我不敢保證了 張宇峻你懂嗎?應該懂吧 那獎品呢?獎品就是聖地基同學都有了 獎品就是你只要答對了老師就送你一本 送你一本國立屏東各地大學職務大官員校園裡面的所有職務的 你不知道這一本書嗎?不知道喔 所以你等一下搶答就送你,你就知道了 好,那我們今天這個主題呢 實際上我們是有關於 標題雖然是說台灣有趣的巨市種子 主要就是我們這一堂的單元是有關於職務的散播機制 所以散播 那散播可能有很多方法 也有可能是靠著外界的 也有可能是靠著植物本身的機制 那 植物本身的機制呢 我再舉一個例子 就是 植物具有翅膀 就長翅膀的 那可能你們 知道植物有長翅膀的 這個 這個 名稱是什麼 你們有沒有同學能夠 我們還沒有上之前 我們就散播機制 我大概先講就是可能就是藉著環境 那 環境很簡單 可能就是靠著 比如說風啦 這個大家知道嗎 靠著水啦 或者是 那個 整個 潮汐的一個流動 或者是 靠著動物的 去 去 去吃這個植物 它的 果實的部分 然後藉著動物來 來 傳遞 後代 或者是 植物本身具有翅膀的 那我現在要問 我現在就問 我現在就問 生理系人就不要講了 生理系人 不過生理系搞不好就知道 不過沒關係 生理系不能講 因為講品要讓給外系人 有沒有同學現在馬上告訴我 你知道的 植物 它有長 它的那個 繁殖的構造 裡面有翅膀的 好 來 蒲公衣的種子 那個叫翅膀嗎 蒲公衣的種子 那個是長毛啊 那毛跟翅膀是沒有共用 不一樣 不一樣 不過很勇敢 還有沒有 還有沒有 你有機會 你有機會 等一下 再問你的話 你再講 有沒有 具有翅膀的 有什麼植物 好來 大葉桃花西木 大葉桃花西木 它的翅膀是 是 長在哪裡 蛤 種皮 種皮 種子那裡 然後 你是什麼系的 紙寶系的 就是 哇 它過你嘛 紙寶的也過你 那上過我的課啊 好 機會讓給別 你有輸了嗎 有 因為 只要上老師的課 我都會送輸 來 它已經講出來了 它說 大葉桃花西木 具有翅膀 那大葉桃花西木 具有翅膀 是種子長翅膀 那大葉桃花西木 它就借著這個 種子的翅膀呢 它的 掉下來 你們有沒有看過 桃花西木的 種子掉下來的 那個 那種姿態 它的 它就像蜻蜓一樣 我們現在整個 生科系外面那個 果實掉 它就要 炸開的時候 種子掉下來 然後呢 就好像蜻蜓這樣一直飛 竹蜻蜓這樣飛下來 然後 因為有翅膀 所以風一吹 就比較容易 那剛剛那個同學 他說 普攻陰 他說 翅膀 不是 它是毛 那個叫做 灌毛 但灌毛也是一樣 有這個功能 靠著風 靠著風來 來傳遞 這個 它的後代 好 再一個 因為我還沒有送出去 我就送一個 快點 再送一個 好 來 台灣 赤羊 你怎麼知道 講義喔 講義喔 對嘛 所以這個 你們要想看 講義有 你會不會看講義 沒有看嗎 來送一本 來來來來 代表他有在出一講義 對不對 這個就是你們事先要稍微看一下 就能夠有 很快的就可以得到一個結果 我那麼高興喔 什麼系的啊 深刻系的嗎 浮世系的 浮世系的 好 那我們就切入我們的這個主題 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怎麼按啊 往下怎麼按 不動啊 好 好 你不要笑 當你到老十這種年齡 頭髮白了 那個白髮 髒髒 死牙 動搖 電腦還會動 還會用還不簡單 所以你們現在都是電腦師家的 那我們看一下 這個 基本的一些 一些觀念 就是說 你要了解這個植物的這個 散播機制 我們也 因為這個是通識課程 這通識課程 所以老師要告訴你一些 基本的概念 要不然你長那麼大了 台灣有多少的 這個 所以多樣的植物資源 那我們現在植物的部分呢 就鎖定在所謂的尾管樹植物 尾管樹植物 台灣的尾管樹植物呢 大概有 3982種 這3982種 我現在就要問你啊 什麼是尾管樹植物 一樣搶答 尾管樹 什麼是叫尾管樹植物 聖經系跟 紫寶系的 不能講 尾管樹植物來 舉手來 蛤 青菜就是尾管樹植物 蛤 青菜就是尾管樹植物 蛤 蛤 我現在就說 只有青菜是尾管樹植物嗎 那還有很多啊 就是我們可能要 比如說你看 可以想到是絕類的啊 或者是胎鹹類的啊 第一的啊 是哪一種 好嘞 台灣水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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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什麼 絕類 絕類 沒有你現在大象 我是說 尾管樹植物 所包掛的 你有哪些 你剛剛講 台灣有3980幾 你再講三百幾種 三千幾種 也都對 要怎麼歸納 來快點 沒有 這個基本的概念 你們練到大一了 大四了 尾管樹植物有什麼 快 來 趕快 我自己拿十本 十本 你答對 馬上又送你 好來 當然是有更新的啊 這個記得記得 這個你們我想是不會的 我問聲音器好了 聲音器 來 亞歷 尾管樹植物有什麼 螺子植物 被子植物 還這樣嗎 絕類 記得喔 我們講的尾管樹植物就是包括絕類植物 螺子植物 然後呢 被子植物 那被子植物裡面就有雙子葉跟單子葉 那你們總不用老是在解釋什麼是雙子葉單子葉嘛 國中都教過的 對 至少尾管樹植物就是包含絕類植物 絕類植物是什麼 有長包子 包子長的那種 絕類植物 螺子植物就像松山柏這種 被子植物呢 就像剛剛 有人講蒲公英 有人講那個什麼 芹菜 這個都是屬於被子植物 單子葉植物 有什麼 有什麼植物是屬於單子葉植物 蛤 有沒有人 好 這個好像你們 這個比較簡單 讓你們搶搶看 舉一個例子 什麼植物是單子葉植物 來舉手 要洗了 沒人也要 來 蛤 水稻 有講有講 水稻 為什麼 為什麼水稻是單子葉植物 啊 就是單子葉植物幹嘛還要問 對不對 說說看 不知道 就是看它的葉子 我們一般雙子葉植物 單子葉植物就看葉脈 水稻你看那個葉脈 是不是平行脈 平行的 那 雙子葉植物就是網狀脈 這你們高中高職都考過了 國中都念過了 你都不記得 來來 來同學送你過來 好 還是你等一下再來拿好了 好 那 也就是說各位同學要注意 唯款樹植物 約多少種 這個你基本概念你要記得 這期末考可能會有考選擇題 像你說 喔 每一門果都要記 那怎麼記 3982 你就記一下我們玉山最高頂點多高 玉山多高 玉山多高 欸 欸 你真的白 不能講白火啦 到時候 欸 你真的對我們自己台灣本島都不太懂 不太了解 玉山最高多少 好 9 5 2 以前我們的年代是3997 那後來下降 好 3952 是現在政府定出來的那個高度 那3952有沒有很接近 對 所以你就記得玉山多高 台灣的樹種約 就多少種 好 那 台灣的多樣性 為什麼多樣呢 就是因為我們面積 36000平方公里 然後咧 我們單位面積裡面 就是 每公里 每平方公里面有多少種 這裡就有一個數據 就是 就是這個 我們36000平方公里 每個單位面積就是 Km平方分之多少種 就0.119 菲律賓 日本 那這裡可看到的意思是什麼 你們可以想 日本多大 日本有 有那個長條形 它面積就很大 對不對 面積大過於台灣 菲律賓面積大過於台灣 但是呢 單位面積我們就把它 基準一樣的時候 你看 它才0.014 它才0.021 所以台灣的物種 多樣性就是在這裡 你光看這一個 這一個 然後 接下來就是台灣的 固有種的植物 再想想看喔 我好像也看過你 那什麼是固有種 固有種就是延伸種 有 有沒有人有意見 不對 所以不能送你 因為你要機會讓給別人 有沒有人知道什麼叫固有種 對不對 其實你有對一點點 就是說定義不是很清楚 來 來 講清楚一點 來 什麼是固有種 固有種就是 只有出現在台灣本島 那剛剛同學說是原生種 其實如果 範圍大一點點 是OK的 它還是原生在台灣的 但是定義所謂固有種說 原生種但一定是在台灣才有的 這個就是固有種 也就是說 台灣這個島 跟中國大陸 因為大陸棚 我們跟大陸之間 有中間有一個大陸棚 那大陸棚呢 大概是200公尺的深度 分開 分開之後呢 這個島嶼 台灣這個事情算一個小島 那小島本身就是一個 影響植物散播機制的一個很重要的原因 那 在這個島嶼裡面 因為市面都環海嘛 那環海的話就會阻擋這個植物的一個 要靠著 不同的機制來 來這個 來散播這個植物種類 那也因此會阻絕了 隔絕了很多物種的一個 基因交流 那在這種情況底下 這個島嶼裡面就比較容易長出什麼 就是種化的現象 種化 種化現象是什麼 就是你自己在長時間之後呢 台灣本島所孕育出來的一些種 所以我們說固有種 這個名詞你一定要記得 這個你念的這個 生物重要性學程呢 有人念植物的一些觀念 你不能夠不懂 什麼是固有種 就是 是原生種 但是只有在台灣有的 他是台灣原生沒錯 但是只有在台灣 鄰近日本 中國大陸有沒有 沒有 是台灣固有種 那固有出來的 可能會不會 會不會散播到別的地方去 其實也是有 有這種機制存在 但是固有 固有在台灣的物種 因為我們四面黃海 所以 台灣的固有種 有一些 實際上 都大概就是在台灣本島裡面 所以 台灣固有種有多少種 這個你也要注意 1041種 你看台灣總共有4000種 我們就不要講3982 你就記得大概約4000種 然後呢 固有種大概1000種 所以 固有率有多少 26% 代表的意思是什麼 你在台灣所看到的植物 4種裡面就有一種是 固有種 那高不高啊 台灣的地位在植物的分類裡面 重不重要 相當重要 所以你說 台灣物種多樣性 你可以不會舉一些例子 舉一些觀念 其實你就用這種數據 你就可以 可以跟 跟人家說明 台灣的一個情況 那另外還有一個 所以固有率 有26% 之高 四種裡面就有一種是 台灣特有 所以也有人講 固有種也有講 特有種 特有的 台灣特有的 那 在這個裡面 螺子植物又更高了 你注意看喔 螺子植物 固有種 有17種 原生種 有28種 就是說 台灣有的 螺子植物有28種 其中 有17種 是固有種 所以它的固有率到達多少 大概2.5種 那就是 因為兩種就是有一種是 是台灣的固有的 就是螺子植物的部分 所以呢 這個是對植物地理 或者是植物 那個分類研究裡面呢 是在台灣來講 是一個非常重要的 的 在有很重要的地位喔 所以這個基本的common sense呢 請同學一定要記得 一定要記得喔 不要說 修了生物多樣性 學成什麼都沒有學到 然後 也不好喔 好 那我們來看 影響 我們因為主題 我們是 這個 植物的散播機制 那這個散播機制裡面呢 我們就要 讓各位知道一下 影響植物分佈的 一些原因 那我們剛剛開中民意 我們就講 欸植物有可能是自己本身的 也有可能是靠著外界環境的 所以 我們看 植物本身的一個 是否具有遷移或散播的能力 就自己本身 有沒有 第二個 這個環境 適不適合它 那環境裡面 適合它 然後它在競爭中 就不會被淘汰了 這是一個 第三個 你可能會受到 歷史 還有這個就是 受時間上的系列影響 那時間上 就歷史上 會有野化或氣候改變 地理改變 等等 影響 所以 影響植物分佈的這個 這個 主要一些理由呢 就是物種本身 外界環境 那環境如果適合它 它就留著 不適合它 它就 就淘汰掉 所以這個是一個 部分 那我們來看 從植物本身的 這個角度來看 植物本身的角度來看 我們就叫做 有兩個很重要的概念 生態學上有兩個很重要的概念 就是繁殖器官 那裡面呢 就是膳子體 一個是繁殖體 那膳子體 那膳子體就是 Propagu Propagu呢 它的意思就是說 暫時不與母體分開的 這種 繁殖器官呢 就叫繁殖體 那如果是 會離開母體 藉由各種媒介 風水 帶入生育地的 就叫繁殖體 那現在我問你們 有沒有人 一樣 這個基本常識 可不可以舉個例子 暫時不與母體分開者 就稱為繁殖體 例如什麼樣的植物 這一本要留著 要不然等一下送光了 到時候 好 來有沒有 快點 不要 不要想睡覺 想睡覺你就想一想 就睡不著了 快點 有沒有 同學舉個例子 快點 好舉手沒關係 不要害少 草莓 同不同意 同意吧 它是用什麼 它是用這種 你們有沒有採過草莓 它是用慢鏡的 這樣子一直扩展它的 一個生育地環境 所以它的那個 繁殖體 它暫時是不跟母體分開的 OK 很好 送一本 來過來拿 過來拿 等一下等一下又不見了 好 過來吧 還沒有人舉例子 膳質體 哇 你們兩個可能作弊 你說 嘿 蒲公英 膳質體的是蒲公英 可不可以多舉個例子 可不可以多舉個例子 一定都看資料 現在不要看資料 就看我 那個同學一直想要輸 我看 你說 木棉花 木棉花 OK 木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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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木棉是靠著什麼 靠著什麼來 來 傳遞 木棉花 木棉 外面有種子 木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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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裡面有棉絮 那棉絮包含著種子 那種子呢 就靠著這個棉絮 然後借著風這樣一吹 它就吹得很遠 OK 送 快點 你不要以為這個 老師好像在前面沒有計程 欸 這真難買到耶 這沒在賣 來 快點 好 你不要嗎 好 沒錯 膳質體跟繁質體 這個在基本的觀念 你要知道 要知道 一個是會離開母體的 其實我要講的 我是想看同學有沒有能夠講 竹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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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竹子的 它的 我們吃那個 你們吃的竹筍 吃的什麼 那是不是好袋 對不對 它就是在肚子裡這樣痠 它就撲 撲那個 壓出來 那個就是膳質體 那個就是環質體 那你剛剛講普攻因 那個膳質體是比較容易 容易找到 像剛剛同學講 大家也好啊 心目 對不對 每個都是一個 好 那接下來 散破機制這個地方呢 就很 我們可以說 植物的散破機制 機制就是 外界的環境的意思 機制 就是有自主的散破 Auto-Corey 那個 將來你們 你當然 你說老師我這個想這個可料 我們就不會 以後你就會看到 英文字後面有這個 Corey 這個 其實就是跟散破有關的一個單字 好 那自動的 這個 所謂自主就是Auto 然後呢 Aero Aero-Corey 就是什麼 借著物 借物 借力使力的意思 Aero-Corey Aero-Corey 所以這兩個 一個是靠著自己本身的力量 一個是靠著外界的風 或者是水的力量 好 那我們看水的部分 好 水的部分 那水的 水的英文單字叫Hydro Hydro 就是水的意思 這個 你們喔 要多學英文 為什麼 因為你們都要 全民音節 不是全民音節的 英文實務都要過嘛 對不對 才能夠畢業 多記幾個單字 對你們是有幫助的 好 那 在這個 靠著水的部分呢 有 林喜啦 冰河啦 河流等等 那 靠著林喜呢 有一些 有一些植物 很 很特別的 這個叫鴨劍藤 然後 冰河這些東西呢 這你可能也知道 布袋蓮 或者是 荷花蓮 海流的 椰子 蓮葉桶 營業 棋盤角 那生音系的同學 對這個幾個植物都很熟悉 我們來看一下 外系的可能都沒看過了 你看喔 布袋蓮 各位知道吧 靠著水 海芒果 學校有沒有海芒果 學校有沒有海芒果 在哪 哪一個人說有 在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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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虎路 你是神經系的嗎 神經系不要講話 外系的 快點 職保系的也不能講話 好 有沒有 沒有 在 行政大樓 或者是 學虎路都有 那 這個 我 為什麼要特別提這個 海芒果 因為你看起來 這個看起來 外觀 真的像芒果 但是呢 不像芒果 還有歪歪歪的 這個是一個 這麼植原的 但是呢 這個很 有毒性的 有毒的 好 所以海邊呢 你不要 帶小朋友去 帶小朋友去 哇 煩了你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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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一個 有一個很重要的 其實它那個 皮的部分 有乳汁 這個 因為夾住它 有乳汁 其實它有毒的地方 是把 把這個 這個外殼 各位有沒有看到這個 外殼 外殼是 好像纖維狀的 對不對 那為什麼它能夠靠水 因為它是纖維的 所以能夠浮起來 那一般呢 你把這個剝開裡面 那個 就有職業 其實最毒的是裡面 所以你們 你還是盡量 不要去碰這個 這個海芒果 所以一些很多地方 海芒果 但是呢 它實際上是非常好的 海岸防風樹種 海岸林裡面呢 很多種海芒果 原因就是 它主要的 就是靠著水 然後就定 定著到 一個適當的生育力 它就可以成活 它發芽率很高喔 發芽率很高 那 這個鴨劍藤 鴨劍藤 你看 這個痘夾 你看起來 好給你們猜猜看 有多少公分 我當然沒有放比例 比例尺啊 這樣看起來 給你們猜 用猜的 也沒有人敢猜喔 也沒有人敢猜喔 猜對了也是有獎 猜對了也是有獎 15公分喔 好 有共15公分好了 再來 你們森林系 在去年的校慶有做一個展覽 你們有沒有到森林系參觀 沒有 所以你們可惜吧 台灣最長的痘夾 100公分喔 什麼好噁心 100公分叫做好噁心喔 200公分都有 200公分多長 2公車咧 豆甲的長度可以到達2公尺 什麼噁心 你沒有看過 那個全台灣最大的 就是鴨劍藤 鴨劍藤 鴨劍藤 它的果實呢 有大概有 有7-8公分的長 5-6公分的寬 那有多大 它這個植物就是靠著水流 它就是靠著水沖 所以你在 你如果有曾經到過 墾丁國家公園 或者是蘭嶼綠島去海邊 海邊走那個那個 山谷的時候 你可以在海邊的那個沙灘上面 都 不是很 不是不容易喔 很容易就可以看到那個果實 黑色的 它就是靠著這個水沖下來的 當然不只是只有鴨劍藤 那鴨劍藤是一個典型的代表 典型的代表 那也有那個雪藤等等 就是豆甲的 這個是一個非常可愛的一個 那典型的海螃蟎一樣 也是靠著水 靠著水 靠著水來 然後你看 那個海芒果 看起來是不是秀色可摻 啊 剛才不會再吃一點 那是有毒 有毒的 有毒的植物 所以 不要碰它 那 蓮呢 就是我們講的荷花啦 蓮藕有沒有 蓮藕 那個 它的種子呢 也是在這個上面 在這個 在這個裡面 然後 靠著水來 來 來傳播的 這個都是 然後靠著水來傳播的 主要就是 它能夠浮起來 那能夠浮起來的 最重要的一個就是 它的果實有纖維的東西 纖維狀的成分 好 另外一個 這什麼 銀葉樹 還有蓮葉銅 這一樣都是靠著水的 那我問你們 學校哪裡有銀葉樹 不要說學校好了 肯定國家公園裡面有沒有銀葉樹 有 你看過嗎 看過了請舉手 你媽咪喔 哎呀 你們都是什麼系的 服飾系的 還是獸醫系的 你們應該要跟聖經系一樣 常常跑野外 多去踏清零這樣 墾丁國家公園裡面 有一棵營葉樹 它的板根 大概有一兩公尺高 一兩公尺高喔 就是這麼高 這一片 所謂板就像一塊板子一樣 好 那我們學校種在哪裡 學校哪邊有 這裡面有沒有收益器呢 有嗎 收益器的舉手 長在哪 收益器哪裡 齁 今天家債你有來收 在你收益館前面正對面兩張 我回去看看 感覺一下好不好 感覺一下 怎麼感覺呢 營業樹 你看這個圖 正面是綠色 背面是銀色 所以我們就叫做營業 葉子是銀烤色 背面 所以很容易認 所以你說 這個同學收益器 只要是回到他們收益館 一下一到戲館前面一看 你說齁 除非是白癡 要不一定找到 一定找得到 回去看一看 好不好 營業樹 另外聯業童呢 這裏沒有石科系的 不是那個 胡適系的 也沒有 有沒有胡適系的 有 胡適系 附近有 真的啊 在那個 那個什麼 黃宮的旁邊 黃宮系的旁邊 有沒有 我記錯了 那個是 那個是 騎斑腳 我想的騎斑腳 不是 不是 好 黃宮系沒有 不過聯業筒這個東西呢 都是跟 這個 這個一樣 你們看 這個看起來像蠟子的 有沒有 這在墾丁國家公園的香蕉灣 然後呢 它為什麼是靠著海 那個海流 就是說它這個 鼓起來的東西呢 可以 可以一樣 進水之後 它可以浮起來 也是藉著海漂的 所以以前我們都 常常會講說 這個 墾丁國家公園 藉著海漂的植物 有哪些 你叫你可以 你可以 海邊的植物有哪些 是靠著海漂來 傳播 後代的 你可以不可以 舉幾個例子 聯業筒 營業樹 有沒有 這個都是 都可以 都是非常典型的 好 那靠著風的呢 靠著風的就是當然 它一定會比較小的 就是 比較小藍顆的 藍花也看過吧 大家 大部分都看過藍花 但是 很少看過藍花的種子 有沒有看過藍花的種子 這裡有沒有玩藍花的 藍花的種子啊 是 小到 1mm以下都 都那麼小 1mm喔 很小很小 然後 只有一個 一層細胞啊 那個很薄的一個 然後 所以它的種子很多 靠著風 稍微一吹一下 它整個就 就 就散播出去了 然後 具有鮮毛的 就是剛剛有人講 蒲公英的 羊柳科的 具有 翅膀的 具有翅膀的 那翅膀裡面 有所謂的 翅果的 果翅就是翅果 那有所謂的種翅 就是種子具有翅膀的 這兩個 很重要很重要的區別 這個 等一下我們講到的時候再跟各位講 就是說 果實會有長翅膀的 種子會有長翅膀的 好 這個兩個是不一樣的來源 這個一定要 要搞清楚 好 現在可以看 有一個跟起來就是藍花 這是藍花 這個桃花西木 我們剛剛講 它是 長翅膀的 就是整個這一個 每一片每一片 就是它的種子 掉下來就是 會有一個種種 然後呢 整個種子的 這個是它的種子的部分 上面這一個是 它的翅膀 桃花西木我告訴各位 我剛剛有特別講的 台灣最長的果夾是什麼種類 鴨劍糖 台灣最長的種子具有翅膀的種子是什麼 大葉桃花西木 沒有比它更長 大葉桃花西木是種子裡面長翅膀最大的 好 像這些基本的 這個比較有趣的 可能你們去參加那個什麼 電視有沒有 電視常常有沒有在問答搶答有沒有 你們有沒有去參加過 老師有常常都受這個 這個台式啊 或者是什麼 反正 有運動活動的 然後在搶答 搶答的 都來問 諮詢 看看有沒有比較好玩的 那種題目 我都說這個 但是我其實沒有看他們出來 沒有看他們問這個問題 那或者是說他們想要問的問題 答案是什麼 就可能會來諮詢一下 關於植物的部分 所以這個部分呢 基本關鍵 台灣具有最長的種子的 有翅膀的是什麼 大葉桃花西木 長在哪裡 我們學校雪舞路 仁愛路 或者是什麼地方都有 所以生科系這旁邊 那整個 樹蔭堂旁邊都有 桃花西木 好 柳樹的 這個有沒有 赫毛柳就是柳樹的 柳的 楊柳柯的東西 它的 它的毛 就是把種子這樣夾著 然後也是靠著風這樣來吹的 好 那另外靠著風的還有很多 好 各位看 這個什麼 小白頭翁 馬力金 爬升騰 各位看有沒有 種子底下 種子的上面都有一種毛 有沒有 這個就是靠著風的 那老師要講的 美人樹 各位在學校裡面有沒有看過美人樹 現在 目前就有很多果實掉了 然後 呈現這個的模樣 有沒有 在哪裡 啊 在哪裡 體育館前面 體育館在哪裡 體育館 體育館前面怎麼會有 那 餐廳一餐的旁邊有沒有 一餐的 一餐跟二餐中間 那裡有 有 就是學校裡面蠻多的 那主要它就是 種子就 就夾在那個棉絮裡面 然後就靠著風這樣一吹 好 那我要講的就是這個 我老實要講這個 三腳蜂 這個 你注意看喔 它的那個果實呢 也是有翅膀的 有翅膀的 那各位知道 風 風 那個 哪邊啊 台中有一個 奧萬大森林遊樂區 有沒有 奧萬大森林遊樂區 它種的 種的是 是什麼 是風樹 對不對 是風啊 那我們學校有沒有種風樹 有 那學校風樹 跟它的風樹 有沒有一樣 啊 不一樣 不一樣在哪裡 來搶答來 送 第五本 趕快 有沒有 不會變紅色 學校的不會變紅色 還是 奧萬大不會變紅色 學校不會變紅色 你現在就去看 也有很多紅色 哪不會變紅色 是不是 還有沒有答案 來 你再想想看 好還有機會 快點 很重要的基本觀念 欸 男生都比較緊張 哪 男生哪 你 你什麼 社工喔 社工更重要 出去叫 虎虎虎 虎爛一下 對不對 風樹跟風 跟學校的風樹差別在哪 不知道 來 你呢 你也社工嗎 養殖 養殖是差的比較遠 好 沒關係 你基本common sense 來 男生來 你 你 你是李生 來 你 你 來 你 怎樣 欸 來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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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男生喔 他夾克 紅色的夾克 你也不知道 欸 男生 真的你們喔 一定要多 為什麼學校會開這種 生物多樣性學程 確實就是 發現說同學 除了專業之外呢 就 就 就好像 其他就不太注意了 這些東西以後你 你當 你教小朋友喔 或者你有小孩子的時候 帶著小朋友出去外面 這種基本的吃 是能夠 能夠告訴小孩子喔 他也會說 我爸很厲害 好耶 對不對 喔 就好 很多東西都懂了 快點 這個我要再問一個 來 女生也好 女生 蛤 已經答 有拿書了 就不要講 就不要拿 來 快點 喔 有人在刊書了 不能偷看答案 喔 學校裡面的 好啦 你說 那個有看書的你教上看 來 剛剛有講說是 紅葉的 會變紅 一個不會變紅的 那個同學 來 快點 不知道 不可以長什麼 你不能講 那個喔 我告訴你們 你們下課後你就去雪虎路 從雪虎路 你看一下風箱長得怎麼樣 它還是有掉紅葉 會變紅 但是不會說全部變紅 那那個紅也不是很紅 好 但是我們講的風箱 我們講的風樹 像這種七 那個 這個呢 它葉子掉落的確實是紅色的 但紅色 不過你看 那個也會紅色 其實最重要的區別 是葉子的排序 你們知道葉子有所謂的葉子對身 跟葉子附身 對身的附和呢 就是 有枝條 然後這樣子 相對 然後附身呢 就是有距離 平時間有距離 就是說一邊葉子 跟葉子通邊有距離 那個就是風箱 如果兩個是相對的 那個就是 七樹 我們都講七樹 就是 三角七 或三角風 所以學校那個不是風樹 一定要把它名稱叫對 學校那個是叫風箱 然後奧萬大那個 你可以簡稱風樹 OK 但是它的真正名字 其實叫促樹 有一個科叫促樹科 英文叫Ather 就是我們在 在港劇裡面 它叫 Yes Sir Ather 一樣 Ather A-C-E-R 它那個字物就是對身的 我們學校的那個 那個是 那個是附身的 那個叫 Liquidema 那個很難記 你不要記 你記得Ather就好了 Ather 就是 就是那個 風箱 不是風箱 風樹 或者促樹 好不好 這個它的果實呢 就是這個 就是有長翅膀的 是果實有長翅膀 所以它叫翅果 就叫翅果 好 接下來 靠著風的 當然還有很多 各位 各位看 就是 我們在看例子 好 一樣的 一樣的 有這個 棉絮的 那這個呢 這個植物呢 是河本科的 各位可能沒看過 它是 河本科的 它好像一顆火球 好 然後呢 靠著這個 在沙灘上 就風一吹 它就一直滾 就滾動的 來傳播它的後代 那這個 冰尼呢 這個冰尼是長怎樣 冰尼這個台灣都有 它是靠著風一吹 它的果實呢 受風之後就膨脹起來 鼓起來 鼓起來之後呢 變成圓的 然後就一樣 跳動 好 這個都是 靠著風的一個 然後自動的部分 所謂自動 有沒有 就是autochoric Auto 剛剛都是靠著風 靠著外界的力量 現在我們要介紹 靠著自己的力量 那靠著自己的力量呢 是怎麼樣呢 比如說 這裡 因為風力而刺激 主動的將種子彈出來 把自己 果實呢 有那種機制 會把那個 那個 它裡面的後代種子 把它 把它 彈 彈出 它的那個果實裡面 好 那很簡單的一個 像台灣有大頭茶啦 或者是 因素 各位有沒有看過因素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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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講因素 我講胡瓜 你們就知道了 胡瓜 你知道嗎 胡瓜 跟他的女朋友叫什麼 丁柔安 對不對 他們在 過了不久要被 樂界嘛 是不是樂界 為什麼 他們家裡面有什麼 大馬 還有什麼 因素 因素 這個是 這個就是台灣現在種的很多 種在哪裡 不能講很多了 這樣我是 我是亂講 種在公寓裡面自己的家裡面 都是用水耕的 就是用 利用比較高科技的 種在裡面 就是以為人家抓不到 但是都抓得到 那還有一些是進口的 那胡瓜跟丁柔安呢 就是在天花板裡面 就藏了這個公寓 那實際上 那 因素的那個果實 你們如果看過 我可以簡單描述一下 就像我的 我的 手的 拳頭大 沒有這麼大 就這種形狀 然後咧 就在頂端的上面 就好像一個蓋子 然後蓋子底下 就有 有十幾個洞 就這洞裡面 種子呢 就從那邊 靠著這樣搖曳 就跳出來 就是說 靠著自己果實的那種力道呢 把那個種子 丟到外面去的 這個就是一般的 那另外還有 靠著這個 雨水打在果實 種子可以 可以跳出來 那我們看一下 製作的 很簡單的 還有 機械式的 就是說 種子本身會 裂開的 就是機械裂開的 還有一個 就是什麼 巴庫里 巴庫里 各位一定知道 水鼻仔 紅樹林 有沒有 這個你們一定 這個媒體講了很多的 紅樹林 它是怎麼樣 它的幼苗 就是靠著重力 好 就是說 它是一種胎生植物 就是在樹上 就可以 可以變成一個 一顆完整的 一個 一個後代 然後成熟之後 就整個掉到那個水裡面 那水裡面是淤泥的水 然後呢 那個 整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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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排生苗呢 就插進去 好 那另外 燕麥這個 都是齁 那各位看一下 這裡 這裡 自動 自動的 就是說 這果實裡面 有很多種子 然後這水鼻仔 整個插到這個水裡面 鳳鮮花有沒有看過 我現在問你們 這個 有沒有人 沒有玩過炸醬草 炸醬草 玩過的請舉手 好 你舉手 怎麼感覺 穿綠衣服的 你的感覺是什麼 你說說看 炸醬草 你有摸到它嗎 我根本不用摸到它 它就知道我過來 它就彈掉了 你真的沒有玩過嗎 玩過的舉手 只有你喔 欸 你真的人生是黑白 欸 你們真的沒有玩過 那老師很 很 很訝異喔 我們現在國小小朋友 或者國中 你們在學校不是都要除草嗎 有沒有 沒有 所以你們弄好命 以前我們做事情 老師就去刮炸 然後在割草的時候 沒有在割 就在找那些 黃花炸醬草 那你現在 你只要看到 你們現在回去 修科 那個下科的時候 那個回家的時候 就是地背上 就好像 我們這裡有塞便葉 像幸運草一樣 有沒有 炸醬醬了喔 然後呢 開黃色花 它的果實就這樣 那你就靠著 靠近它 好像要捏它的時候 它就自動這樣爆裂 自動喔 你就可以聽到那個聲音 多美啊 多美啊 我想到都很美 齁 真的你們可以去玩一玩 不要人生這樣 很多萬物你都沒有感覺 那個就是一個很簡單的 靠著字體 你真的不需要碰它 你只要過去 它就知道你來了 然後就馬上 啪啪啪啪啪啪啪 那個種子就跳出來 用跳的 而且你可以聽到聲音 很清脆的 好像炸玉米花那種聲音 齁 我們是不是要下課嗎 我們是不是要下課嗎 沒有嘛 沒有聽到聲音 不要下課 不要下課啦 就是 老師講完就早一點下課 好不好 早一點然後讓 讓助教那些 考試 考完試就回家了 好不好 啊同學你在幹什麼 好 那我們不要理他 我們就看我們的炸醬草 炸醬草 你到 你到草 那個草 草皮裡面 草皮裡面 小小的 這地背 沒關係 過去 好 那學校裡面也有這種 揚紙巾有沒有 揚紙巾 它的情況呢 它就是可以 可以爆開 好 爆開 爆開的結果呢 它可以把那個種子就彈出去 大概一二十公尺都可以彈得掉 好 這個是很特別的 另外 靠著動物 來傳播的 乳 就是動物 有沒有 靠著動物來傳播的 有內心的 有外腹的 有口什麼 這個字怎麼唸 咸 口咸的散播 好 那 這一個 內心的 甘丹嘛 內心的 脂肪 脂肪 然後消化料 都會出來 好 我們知道 欸 各位 有沒有看過 這個 國家地理 或者是那個 Discovery 那個 有喔 你有看過 大概 常常會有 像 因為這個很 這個比較有趣 動物的散播 這個很有趣的 就是說 有一些 有一些 爬蟲的 或者鳥類的 等等 它必須要把那個果實 吃了那個果實之後呢 或者是種子 然後經過消化道 然後再 再排 排泄出來 那個種子呢 聽說 聽說 它的發芽率就比較高 這個 這個是所謂的 依附 就是種子 或是果實 跟動物之間的那種 依存關係 那 曾經老師有看過 有一種 各位知道 仙人掌嗎 仙人掌的那個果實 很 鮮紅的 很漂亮 然後呢 在海島裡面 這種仙人掌 某一種仙人掌 我也不知道哪一種 就是仙人掌呢 必須經由 一種海龜啊 吃掉它之後呢 藉由海龜 排出來的 它才有辦法發芽 別的都不行 這個 不過這個 只是讓同學知道說 植物跟動物之間 有所謂的 所謂的 共存 共融 就是依存關係 共存的現象 共存的現象 好 那 外附的這個部分 外附的 藉由 取鉤 鋼毛 或 刺來傳播的 來 那你現在 我們現在就 還沒有看圖的時候 我們先讓各位知道一下 內西的 就是藉由爬蟲 鳥類 你們各位舉個例子 什麼是 哪一種果實是藉由 內西來傳播的 有沒有人舉個例子 你 你就是用想的 你現在不要看講義 你就是用想的 看著我的臉 啊想 蛤 不要再冰切啦 但是你冰切很厚 我知道啦 有沒有 好來 同學喔 男生我很高興看到男生了 哪 脫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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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脫薄是哪 薄薄就對了 脫薄 啊脫薄薄是怎麼樣 那個 啊 小孩吃就是動物 我們人就是動物就對了 對 你現在講的就是我們人本身去吃這個翻石流 然後吃下肚子之後排泄出來 然後就可以長出幼苗 好答對了 很好 來 過來 來 各位 還有沒有 還有沒有 百香果 那是靠著什麼 百香果靠什麼 靠著種子 那誰來吃它啊 人喔 人喔 欸 也可以 所以百香果實際上我們吃的蠻多的 那個味道很香 來 送你一本來 過來 但是百香果其實在野外是很多動物都吃它的 很多動物都吃它 所以在野外 為什麼那個百香果它會 很多地方都有 好 這個就是 靠著動物內吸 然後來 外負的 人家都存細分啊 欸 他說有一個沒拿齁 你有拿嗎 有 有 有拿齁 好 好 你沒有拿的 好 那留著 好 還有剩下四本 好現在沒有人舉例子 那個 外負的 所謂外負散播的 epicooling epicooling 這個 有沒有人 舉一個例子 你不要看書 看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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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點 欸 我們這邊 這邊好像搶答比較多 這邊比較少 這邊比較勾矣 快點 舉個例子來 好 來 咸豐草 這邊叫做咸豐草 長得怎麼樣 草 你知道它長怎麼樣嗎 菊花 菊科的植物 那長怎麼樣 你為什麼知道它是可以勾住的 不知道 好 那你等一下再搶答 還有沒有 蛤 恰到我 欸 他說你恰到我 同學這個社工的說你恰到我 他剛剛講的那個 你 他講的咸豐草 台語就叫恰到我 知道嗎 欸 那恰到我為什麼會 會 你有玩過嗎 有被騷擾過 怎麼騷擾你 那怎麼騷擾你 對 對 那個 那個勾勾就是 就是一個外勾斥的 勾住你的身體 來送你一本 來來來來來 送你一本 咸豐草 或者是叫做消雜木 咸豐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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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一定有過經驗嘛 你 只要是走到那個草 比較高一點的 或者是說 那個菊花喔 開白色的那種 有五個花 五個蛇狀花的 蛇狀花的 蠻特別的 我們一般 吃那種青草茶有沒有 青草茶有沒有 就常常會加那個 恰茶菇吧 它是一個 清乾解毒的 可以降火氣的 好 那還有沒有 除了這個恰茶菇 還有沒有 舉例 舉例 來 咬人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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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咬人貓長怎麼樣 咬人貓跟咸豐草 差不多 差很多 噢 咬人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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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你是 真的被咬過嗎 還是你有聽過 咬人貓 咬人貓 它出來會夭住 就是 勾在我們身體 或者是 皮膚上面 它甚至於會 會吐 那個 那一種 汁液 汁液 會 直接就注射到你的身體的皮膚 然後呢 也會讓你的皮膚會局部發揚 真的你到山上你真的不要被咬人貓 吃到了 喔那個那個是一個 他就是有一種一種 之一叫sting in hair 他的毛就是 就是什麼 就是我們講線毛 好會勾住 好會勾住好 答對了來送你一本 會講咬人貓不簡單啊 不簡單啦 好 那也就是說有很多的 那個植物呢 他會靠著 這個鉤刺 等等 來 來傳播後代 當然還有很多我們來看一下 那口弦的就是 靠著鳥 有些 咳斗科的東西 靠著松鼠啦或者是鳥 他會把那個果實呢 濁到他 他自己的 那種 那種 空間 自己的空間裡面 然後呢 每天咬每天咬都忘記他咬的東西 咬咬放的地方 所以呢有些種子呢 就因為他忘記吃了 就在那個地方局部就 就長出來了 好這都是一種 散播的一種方式 然後 這邊呢 一樣 好 外付 外付 就是 你會附著到 這個 這個我們植物本身的 身體上的 那這一個種 這一個種 我其實 有看過的 大概生 搞不好生命系有沒有看過 有沒有看過 沒看過 這其實是 老師在幾年前發表的一個 台灣的 外來植物 外來植物 那這個外來植物呢 就叫Invasive 外來植物 那這個外來植物它就是 可能 隨著 剛剛那些整個機制呢 跑到 跑到這個 台灣這個裡面 台灣這個島上 然後呢 就會跟我們本土的 那個物種來競爭 所以 那競爭的一個結果呢 如果說它 它比較強勢的話 那可能會把我們自己本身的物種 就 就這個 怎麼樣 就是 影響到我們 自己本土的一些物種 的生存 好 所以 我們在 這個 外來的一些 一些物種呢 實際上 在 現階段 有很多 那為什麼會外來的植物會 入侵的那麼 那麼快 在最近的十幾年內 各位知道我們現在 台大地理器 現在幾點 老師要控制時間啊 現在幾點 那個有沒有準啊 4點35啊 好 那還有時間 這個 各位知道 台大 台大的地理器教授 最近發表一個 數據 台灣在百年之內 溫度提高多少 多少 幾度啊 幾度 啊 一度啊 這沒獎品的啦 這沒獎品的啦 來 摸你給我看看 來 森林希特 來森林希特 幾度 我看你們有沒有 common sense 幾度 幾度 4度喔 要嚇死啦 台灣在百年之內喔 提高了 溫度提高了 兩度 兩度喔 那這兩度我們在跟全世界全球的各地方來比 增高的倍數是多少 比別的地方那個高那個那個速度 將近高達兩到三倍 你知道嗎 就是說 別的地方他們的溫度的高那個那個 那個變化喔 我們台灣比別的地方都快 這個真的很嚴重 你們不要小看喔 你們有發現我們現在 整個氣候的那種 有時候跟你看那些事 像台南 台南出一個叫什麼 昨天晚上 一個一個所謂的 那個氣旋 那個不是龍捲荒喔 我在聽氣旋 氣旋就是 短暫間所造成的一個 一個效應 那整個 也是跟那些 龍捲風一樣 畫法 整個 整個台南線 不知道哪一個鄉鎮 聽說喔 這樣這邊一吹 整個龍捲物跟房子 大概損失三四千萬 三四千萬 那這個意思是什麼 在整個氣溫的一個變化 很多的這個外來植物 外來植物 會 會進來 那台灣原來的溫度可能沒那麼高 然後外來植物呢可能 南美北美 整個氣候 那個 那個 適合熱帶地區的植物呢 就 整個很快就跑進來 因為我們氣溫比較高的時候 很多物種 適合溫度高的就跑進來 所以最近十幾年喔 台灣進來的那個外來植物啊 相當多 相當多 所以你們講義裡面喔 你自己要看一下 那個講義裡面 我們有提到有所謂的 原生植物 外來植物 好 然後規劃植物 還有入侵植物 有沒有 第一個 page 有沒有 那有一個 一些些的定義 好 你們等一下自己要看一下 好 原生 原生 我們就是說 只有在 就是說 台灣本島出來的 台灣本島 只要有台灣就開始出現了 原生物種 英文叫 native 原生物種 那跟剛剛講的固有種是什麼 是 從台灣自己 種化出來的 就在台灣有的 那原生植物呢 是不是就只有在台灣有 未必 有可能是 日本也有 菲律賓也有 台灣也有 但是它是就是說 靠著這個傳播這樣子 自己出 出來的 就是藉著 藉著migration 植物的流動 或者傳播 靠著鳥 靠著動物等等 但 固有種呢 它就是一個 一個 台灣經過長時間的隔離 所自己跑出來 自己孕育出來的 種化出來的物種 就是只有在台灣有 鄰近地區 沒有了 那個在固有種 好 那外來種 你可以 很多 很多的定義 外來種 我們那個 課本講義裡面 也寫 有特別提到 外來種的定義 那也有提到 虧化的定義 也有提到 那個 入侵的 一個定義 那我們一般來講呢 入侵的就是代表 已經在台灣 可以 發展 它的後代 而且呢 少說有10年以上 所以 這幾個呢 等一下 老爸要注意 自己要看一下 老爸就會考試 會有出來 你自己把它那個 那個 外來 或者是稀有 不是 就是 規劃 或者是原生 或是固有種 等等 所以要 把它 了解一下 好 那我們現在在看外部的 這個我剛剛講 赤手含胸物 這一種 他就是一個入侵物種 他最早在哪裡 在 那個達仁鄉 再過去那個叫什麼 要到台東線 泰馬里 最早老師在泰馬里發現 然後呢 現在已經跑到哪裡了 根據 我 我部下的眼線 有學生到哪個地方 就叫他們去看 現在已經 將近到 台南 已經要 到嘉義了 沒有幾年喔 沒有幾年喔 然後他的生育地都是在哪裡 在那個 河床 河床就是 那河床的部分呢 就是有水嘛 然後也有淤泥 那水分很高 這種植物就在那邊出現 我們剛剛開始看到他 以為他 奇怪 寒修草我們大概都會講是在地上的有沒有 這個是整個直立的 在河床 你看看那個河床上面 好這也是利用 勾斥的 然後利用動物的 就是外部的部分呢 各位有沒有看過五接馬 五接馬應該有吧 就是那個 長在也是長在河床 好他那個 他那個那個 芒啊 一樣會勾到 這個動物的身上 還有一種 皮孫木 這有沒有聽過 皮孫木 我告訴你喔 這個皮孫木在國家地理雜誌 或者是那個 都 曾經有 我看過那個鏡頭 所以我 我現在就跟 敢跟各位講 我也常常會看那個discovery 或者是這個 這個所謂的皮孫木喔 皮孫木他的外面 你注意看喔 這是一個果實 他外面就好像會分泌那種腺體 那個腺體呢 你們有沒有被那個 家裡面在補那個蒼蠅 有沒有 涼梯啊 有沒有 補蒼蠅 我們把它打開 然後蚊子 蒼蠅就會 就跑過來 有一種 一個 又陰 然後一種香味 它就跑過來 黏住它的 它那個就是一樣 植物這個皮孫木喔 它這個有五六條 這個當然你看不太清楚喔 就一個一個 旁邊 分泌那種黏液 非常黏 然後呢 這個植物呢 也喜歡在海邊 然後在海邊呢 有一種海鳥 在海邊 它一定 飛飛一定要定 定點 稍微休息一下 欸 好死不死的 它就丟到那個皮孫木的樹 那個 那個樹上 它這個果實呢 相當多 那你只要是 一停在那裡 翅膀這樣一展翅的時候 它這個羽毛就被那個 那個 皮孫木 附著了 那附著了怎麼辦呢 等一下它飛的時候 飛不起來 就飛不起來了 就在整個那個翅膀那個 那個小的那個羽毛啊 變黏住了 黏住了之後呢 一展翅 越弄越多 就掉到那個 海岸的那種岩石礁上 就這樣子 就變成別的動物的一個什麼 一個 食物了 這個是一個 非常特別的 我以前沒有看過 因為老師也沒有出過國 我從Discovery裡面 看到很多 很多國際上的 這種動物跟植物之間的 一種 一種關係 我覺得相當的 相當的特別 那 還有很多 學校裡面 後山也有什麼 黑面 霧面 可能也沒看過 土牛溪 也沒看過 不過沒有關係 你就知道有這種現象 另外呢 好 野蓮花 這裡就有一個 鬼針草 就是你們剛才說的 那個叫什麼 恰雜貌 小雜貌 那個恰雜貌 就是說 你可以從這個 把它 擷取 然後呢 他說 常常被 以前被人家 騷擾過 我會喜歡 丟著 年輕 我會有年輕的時候 我會去 把那個東西 丟到男生或女生的 頭上 或者是 衣服上 就掛的 掛在那個上面 然後呢 有點刺 如果打到我們 手 那個 皮膚呢 它還是會刺刺的 不過丟到衣服上 是很麻煩 它那個成熟的時候呢 你走過去 它上面兩個勾式 這個勾式 裡面呢 還有再小的勾式 好 就是這個是大刺 裡面有小刺 還是倒勾的 所以你走過去 一定黏住的 好 那我們 我們的那個 尤其是棉絮的 我們如果穿 穿那種 那個 牛仔褲的 或者是體育褲的 你稍微再走 走一次這個草原裡面 你現在回去再看一看你的 整個褲館 絕對有很多 這個外附的這種植物 那你能夠把他植物都叫出來 那你就厲害了 這個 很多 那另外海邊也有那種吉里草 吉里 你看這裡都有刺的感覺 有沒有 這個學校裡面也都有 那這是在海邊的 野棉花也一樣 都是能夠附著的 好那內西的 看起來就好吃 有沒有 就是會有 果實會比較鮮豔 動物就會來吃 那學校裡面有 烏龍蜜 有沒有吃過烏龍蜜 有 那有很多 這個只要是 內西的 就是說 它都是薑果類的 薑果類的 好 然後你看 仙人掌的 或者是 這個其他的 我看你 你們大概 看一看那個樣子 就OK了 就是說靠著動物的來 來那個 那另外這個 剛剛你們也提到了 百香果有沒有 那你們有沒有看過 蘭嶼肉鬥控 學校有沒有蘭嶼肉鬥控 還剩下兩本 來快點 蘭嶼肉鬥控 長在哪 這邊這邊這邊 這邊男生這邊男生快點 有沒有人 不知道 蘭嶼肉鬥控 學校裡面 種的蠻多的 就是在女生宿舍前面一進去女生宿舍前面那一排有沒有 有沒有看過 第一餐廳的女生宿舍那個不知道什麼災了 不知道 就是你轉進去那個停車場左邊那一排 那個就是蘭嶼肉鬥控 那蘭嶼肉鬥控實際上 可能你名字 比較 比較 長 你可能很難記 你可以看一下他那個 果實裂開中間有那紅色的 那我要講的是什麼 蘭嶼肉鬥控是一個香料植物 這邊有沒有那個餐飲 餐飲系的 我們在控股吧 牛肉 燉牛肉 國外 他們加了很多香料裡面 都加 蘭嶼肉鬥控 它是一個很 極佳的香料植物 香料植物 那 主要呢 它是靠著 動物 來 來 那個 那最後一個呢 大概就是人類 以人類 來講 人 也是一種 引進的這種物種 各位知道 很 現在很流行的一個叫 小花曼澤蘭 應該不知道誰知道他 知道嗎 小花曼澤蘭當初進來的是 是什麼原因 為了醫學上的研究 中藥類 中醫師 帶進來 當然是我們這個 當然不可考啦 不過我們知道很多是學術上研究 還種他 然後不小心就被跑出去了 那這個小花曼澤蘭什麼科的 啊 小花曼澤蘭什麼科 植物有科數種嗎 比如說是 什麼張科啦 橘科啦 小花曼澤蘭什麼科 小花曼澤蘭 有沒有知道 小花曼澤蘭 什麼科 沒人敢說 他有一個人來 他有一個人來 我指定來 你 你就你就你就 什麼科 不知道 你有沒有看過他 沒有 那旁邊的同學你知道嗎 也不知道 你們什麼系的 印外系喔 印外系更應該 學 小花曼澤蘭的學名叫什麼 印外嘛 要學英文對不對 Mickelia Mickelia 還記得啦 小花曼澤蘭當初就是 中醫師引進 他是菊科的東西 菊科 菊花 菊花 所以他現在整個都 都很容易就 散播了一個原因 就是他靠著風 種子有 棉絮 有那個 那個什麼毛 有沒有 仙毛 剛剛有講 仙毛 所以他 散播的很快 那小花曼澤蘭 老師手上有一份資料 就是說我們現在在防治他對不對 但是在南美洲的土著 他們用小花曼澤蘭來勾 做這個重要的勾 來勾 所以他有藥用下職 所以台灣也有醫生就拿引進對不對 對 其實在南美洲很早他們的土著 就是說小董 所以你們喔 所以說 我很想把這個訊息 這個資料 那個 Post to do 然後讓人家知道 小花曼澤蘭有這個效果 都不用去防治 哇沒有 就給他拚了 就給他鼓鼓了 這樣也不錯 對不對 所以你們現在假設 有一天喔 被 那個 運動傷害喔 折傷 跌打損傷的 那個 那個情況喔 你可以去採 小阿嬤把他砸砸了 這樣 變成有肢意的時候 就把他弄一弄 然後浮到底的 那個 那個患處 就是痛的地方 包准藥道命除 病除啦 不是藥道命除 病除 這個有資料喔 不是老師亂講的喔 我一直在想找這個資料 被我找到了 我真的找到了 而且有原住民 在服藥的那個 那個情景 代表 在南美 那邊用了很多 所以 這個訊息大家都 都以後 我們就可以傳播出去 小阿嬤這人 不用怕 辦外 咄咄咄做做 重要 這樣就可以 借著人 人類引種 也借著人 來把他探索 所以 人類引種 其實對 物種的這個 遷移也是一個 很重要的 另外一個 不是說我們 遷移都有好處 都可以喔 有很多障礙 物種在遷移的時候 會碰到一些障礙 比如說地形 山脈 氣候 土壤 等等 這個 那我問你 世界植物的種類 亞洲最多 美洲 次之 歐洲最少 原因 受地形影響最大 我現在就是要送出去了 這個所謂的地形 是什麼樣的 因子 有沒有 受地形 那地形 你猜什麼地形 這跟英外 跟什麼都沒有關係 這是common sense 想看看 快點 哈 來 同學有人 發生了 來快點 誰說 來舉手 舉手 舉手啊快點 這個地形 這所謂地形 是指什麼 好 快點啊 還要兩分 快點 還要兩分 快點 某某老鼠撞不出來 很煩惱 還沒人愛 好來同學 就是地形多樣化 OK 很好 還有沒有 氣油關係 還有一個很重要的 我也會送你 但是你再想一下 還有 地形平壇 啊地形如果變化比較多是有什麼 有什麼 山脈 有山 脈 的阻擋 歐洲跟美洲 他們的山脈是怎麼走下 是不是這樣 南北 對不對 南北走向對植物是不是不是障礙 亞洲的山脈 什麼走向 東西走向 所以地形 東西走向 那 植物在遷移的時候有碰過 送你送你我怕忘記了 植物在遷移的時候 幫他撿一下 太緊張了 在遷移的時候 有不到什麼樣的 氣候因子 氣候什麼什麼氣候 有沒有人講 快點 氣候 氣候因子是指什麼 common sense common sense 基本觀念 快點 有沒有 有沒有 好 來 就你紅色衣服的 你最旁邊那個 你猜猜看 對你就你就你就你 嘿 你想想看有沒有 什麼樣 我說氣候因子是什麼 下雨 小雨來的正是時候 下雨 不是 不是 還有沒有 東北季喔 還有沒有 台風 我說整個我們 你們現在講的都是 Scale比較小 就是尺度 就是那個規模 我們要講大尺度的 比較大尺度的是什麼 快點 剩下 出一本 同學那個穿假課的還是假課的 你猜猜看 好 快點 不知道 你說的好 你要說什麼 季風 那個Scale還很小 尺度 好來後面那個 來有人舉手我很高興 什麼 冰山融化是什麼原因 冰河期嘛 地球在 在這個 這個 這個 在他的那個 行程那種階段裡面 就是說 整個大氣裡面 有過 冰河期跟冰河間期 就是 整個 整個溫度突然下降 對不對 降到 降到很 很低很低 降到雪線以下 就叫做 冰河期 Snow line 冰河 那冰河期的 植物當然 碰到那個氣候 一下子 變了 一定要從尾度比較高的 要 逃往到 尾度比較低 對不對 在逃往的當中 山脈是不是很重要 我如果走以前 剛才一個山 被我撞了 我就死在那山 對不對 那我如果說 跑到那個山脈 南北走向 喔還好 我從旁邊 就要摔過來 我就可以到 尾度比較低 高的 尾度比較低的 就是比較熱的地方 生存 好 歐洲跟 亞洲就是 差異就在這裡 然後呢 這個 這個部分呢 就會造成有很多的 一個物種 物種多樣性的一個原因 好這個也是一個 一個 觀念 好那現在 我們就 來那個 剛剛來 同學 冰河期的 快點 你說結冰嘛 沒得沒得了 好 好那全部送完了 好 那我們現在就 大概看一下 就是散質體的 就是說 種子裡面 跟果實裡面 現在 距離 考試時間還有 幾分鐘 反正 看一下 五分鐘喔 整五分鐘 我老師就很快就介紹一下 就是說我們 台灣的有趣的 巨次的 幫各位看一下 很快的就瞄過 你看這裡 這個 種子在這裡 這裡有一顆種子,然後旁邊有翅膀 這邊有種子,這邊也有翅膀 這邊也有翅膀,這邊也有翅膀 都是叫做都有翅膀,對不對 那有翅膀的 就是說我們在 在那個散播的時候 本身它有翅膀就容易 能夠容易 散播,就藉著外力 那這裡呢,各位要注意 很重要的一個,翅果 跟巨翅種子 觀念上是不同 翅翅果呢就是 有脂肪發育 然後翅翅種子長在果實 然後巨翅種子 種子是有胚豬 翅膀是長在 種子的方便 所以這兩者 翅果是屬於肝果 不會裂 具有一個翅,巨翅種子 是成熟的胚豬 就像我們那個 陶瓦心木 有種皮覆蓋 而翅狀牧是長在種子周圍 所以兩者是 一個來自於 胚豬 一個來自於脂肪 所以這個 你們沒有修過植物學的 可能聽起來比較 比較難懂 不過這個觀念 你要知道 翅膀的 不一定都是翅果 有具有翅膀的 也有巨翅種子 也就是說 從胚豬過來的 那所以剛剛 那一張 這一個 你就要去看 這個 這個來自種子的 就是巨翅種子 這個是來自果實的 就是翅果 所以你要知道它的起源 就能夠比較 然後這個 也是來自果實 這個 也是具有翅膀 然後這個呢 就是翅術 就是我們剛剛 那個 奧萬大 賞翅 就是 也是來自果實的 是的 這個 也是一樣 來自果實 然後這個呢 也是來自果實 這個來自果實 底下的 就是都來自 種子的 所以 如果說 老師給你拿這樣子 給你看 這裡有翅膀 這裡有翅膀 通通都會稱之為 翅果 有沒有錯 你一定會說 都對 所以這個部分呢 因為你們不是專門在學這個 讓你知道一下 有這種概念 好不好 好 然後我們再看一下 這個很快的 讓你欣賞一下 台灣有翅膀的 有一些的 就是 這個我現在整個著重在 具有翅膀的種子 具有翅膀的種子 然後有所謂頂身、側身 這是我把它歸納的一個情況 你看 可以看 這個你們都可以不管 好 你看 螺子植物的 貝殼山 你看它的翅膀 這個是 種子長在這裡 種子長在這裡 然後有一個翅膀 就是旁邊長翅膀的 種子長翅膀 所以螺子植物 為什麼能夠散破的那麼好 就是它的種子都有翅膀 你看 蕭男 紅筷 都是長翅膀 有沒有 這都長翅膀的 然後有兩邊翅膀的 有一邊翅膀的 我們看 這個就是兩邊翅膀的 兩邊都有翅膀的 兩邊 然後這個翅膀的 有好幾個角度 好 讓你們觀察一下 那我翅膀上 你看喔 紅髮魔女 這個 頭髮看起來像 那個看起來 像綁那個頭髮的 有沒有 那種子是有翅膀 又有長這個 這個 都有翅膀 好 很快的 讓各位再看一下 這個台灣 我把台灣具有翅膀的 整個都蒐集起來 好 你看喔 學校有沒有火焰木 有了 好 這個都是 那各位欣賞 這是純欣賞的 前面是讓各位了解一些基本概念 讓你知道說 整個種子也有長翅膀的 你看 桃花西木 我這邊寫了 桃花西木 墊科 這一個 約4到7公分的 這麼長的 是 是所有種子裡面 長的翅膀最長的 那也有很多 好 你看喔 又翅膀像這個扳手的 有沒有 有沒有 我們像那個 那個 修理摩托車那個扳手 有沒有 很可愛 然後 也有像這種 像鋸子一樣的 那種形態 所以 我們 以前老師沒有整理這個 知道我也不知道 種子裡面也那麼可愛 好 各位看一下 有這種不同的 奇怪怪的形狀 那這個 各位看喔 這一個刻度是0.5mm喔 所以你可以知道這個很小喔 這只給它放大喔 你不要以為說 哇 弄這麼大 其實1mm 1.5mm而已 大概都這麼小的一個 我們把它全部拍出來 那這個像不像蝴蝶 也像喔 泡桶的 好 然後各位再看 都大部分都是具有翅膀的 好 好 這些 百合 等等喔 所以我們把它整合整合 好 整個翅膀 有這樣子的一個形狀 這是用手畫的 好 所以 給各位一個結果 1到6 1到6 這個就是翅膀 7到11 7到11 就是 聚、翅、種子 好 這個當然 跟剛剛講的 必須要從子黃跟黑出來 區隔的 不過這個部分 我想 讓各位 有一個 欣賞 台灣巨翅種子 這個我想 欸 不太會考 我其實 剛剛講的東西 就很重要 好 那這個就OK 好 這裡有一句話 有沒有 台灣最大 鼎身次為煉科的大葉桃花心目 就是你們剛剛看的 我們學校也都有了 這個就很可愛的一個物種 好 所以台灣巨翅的種子 總共有這麼多 106種 那我再問你們 就是說 台灣的尾管數 植物總共有多少種 4000種 台灣固有的 植物有多少種 1000種 所以台灣的固有率有多少 4種就有一種 就25% 這些基本概念 你都要有 好不好 好 那接下來就是 謝謝各位 謝謝各位 然後這裡還有一本 這誰的 你來哪 那還有一本 還有一本 那個 好 那我們今天的這個 課呢 就很 很簡單的 就是這樣子 跟各位介紹一些 基本的一些觀念 那希望對你們 認識植物 了解台灣的整個物種多樣性 有一點點幫助 也才不會說 生物多樣性學成 不知道在學什麼 至少學植物的部分呢 有一點點的 基本概念存在 那一本順便拿回去 好 那我們今天的課 就到這裡 好 謝謝各位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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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